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持續帶您關注這次中台卡努它的最新動態 如果以現在來說它現在朝著西北溪的方向來走 但是在快靠近我們的時間點會開始往東北的大迴轉 再加上它其實是一個非常胖的颱風 所以現在時間包含北台灣都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性 都已經開始下雨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颱風它的最新動態 還有它的最新消息 現在時速大約是以15公里的速度 持續往北北溪的方向來前進當中 但是預計將在這邊才會來個大迴轉 往東北的地方迴轉 往韓國的地方去 現在近中心最大風速還是在每秒45公尺 所以它還是一個中度颱風 不過它的七級風暴風半徑已經達到了280公里 可以說是非常胖的颱風 所以也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 今天北台灣就已經開始降起了大雨 我們來看一下各國預測路徑圖表 那其實各國預測路徑也跟我們的差不多 大約都是往這西北西的方向來前進 那接下來會開始往東北來個大迴轉 但是迴轉的幅度還有角度 就是我們要持續觀察的關鍵 因為它未來它的路徑 還是有持續變化性的可能 但是以目前來看 從今天開始就會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性 所以北台灣也會開始出現一些局部陣雨 來看看這一次降雨的時程 都還是受到外圍環系的影響 今天開始就是北台灣會開始出現一些局部陣雨 而且越晚這個雨勢就會開始越來越明顯 周三周四雨區又會再開始擴大 除了北台灣之外連周南部也都會被影響到 至於周五到周日的時間 主要就是因為開始吹的是新南風 所以反而要留意的就是迎風面的中南部 中南部容易在周五到周日時間 出現一些局部陣雨到局部大雨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一周的天氣變化 那以今天來說的話 主要就是受到環流的影響性 北台灣的雨勢從早上開始 就會開始越來越明顯 下午時間增加中南部山區 要慎防的是午後雷陣雨的發生 日午夜到晚上的時段 尤其苗栗以北地區 都容易開始出現一些局部陣雨 來關心這一周的天氣上面的變化 周三周四會是我們受到這顆卡努颱風 它會不會環流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那連中部啊 中部以北 幾乎都會被影響到 容易出現一些局部陣雨到局部大雨 北台灣 東半部尤其沿海 還是要慎防的是長浪的發生 那至於到了周五到周二 是持續受到新南風的影響 今天反而是中南部 要開始慎防的事 容易會有一些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於是 感谢观看